翻 落 流 那地道高光水 永不漏 大家好 我是吕良偉 是的 我是今年63歲 但是看起來是不是還是很年輕啊 你們知道 我這麼多年來都在鍛鍊 一直在專心做一項運動 力挺真吃蛋 向若是我試著 其實他去當打星 是他爸爸讓他去 都25歲了 才逼著他開始練舞 非常辛苦 我經常問他的 我就這樣說 你都25歲了 還這麼聽你爸爸的話 你就那麼怕他嗎 他反過來問我 難道你不怕他嗎 我當然怕他了 所以到現在我天天在練功 在鍛鍊 他爸爸呢 捧紅過很多很多人 唯獨自己的兒子 怎麼捧也捧不紅 這說明什麼 說明那些人可能確實該紅 跟他爸爸 並沒有什麼關係 你們聽聽啊 他爸爸捧紅的 都是那些誰 周潤發 周星馳 劉德華 這些人 不要說是他爸爸 我爸爸都能捧紅他們啦 我呢跟楊子合作過 在那個新水湖傳裡面 我呢就演曹蓋 他演松灰忠 現在回看啊 我覺得他演得一般 但是在那個時候 所有人都說 有史以來 這本松灰忠 是最好的 為什麼 沒辦法 因為他是這個區的投資人 今天啊 我們在現場 有個最能打的 叫張偉利 張偉利我在看過他的那個打 確實厲害 非常棒 但是我聽說他 現在還在為自己爭婚呢 這麼可愛的女孩子 這麼沒有男孩子去追呢 現在的小夥子怎麼了 啊 就這麼怕死嗎 幸好 我結婚早 哈哈 不過偉利啊 雖然大家在看你環窍 但是你對愛情還是充滿信心 要相信未來總有一個男人會對你好的 你不相信直覺 都應該相信女人的直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跟子彈呢 是二十多年的好朋友 有一次 慈善活動 他們家受了不公正的對待 他發脾氣就走了 有人說他在耍大牌 但是我知道他不會耍大牌 也沒有發脾氣 既然他要走 那肯定是他老婆叫他走的 哈哈哈哈 跟子彈不容易啊 熬了很多年 終於等到夜問 演到夜問二的時候 他就跟大家說 他不再演夜問了 他覺得一個好的演員 不應該局限在同一個角色裡面 但是後來什麼事情 大家都知道了 他又演了兩次 他是終於想通了 他不是一個什麼好的演員 哈哈哈哈哈哈 那子彈呢 確實是個非常優秀的武打演員 在我們這一行啊 一個演員紅了 難免有很多爭議 我會一如既往的 力挺真子彈 但是子彈啊 我還是希望你以後啊 少一點這樣的爭議 我年紀大了 快挺不住了 哈哈哈哈 謝謝大家 我是呂良緯 啊 啊 啊